好的 有位朋友跟我們留言 他說想請教一下天寧保險的張念廷先生 他說因為他是身體健康的原因不能打工 如果他一直拿的加州的disability 一年以後如果轉到聯邦去拿disability的話 是不是可以一直拿到65歲退休呢 那麼具體的拿的規定又是怎麼樣呢 請指教 我們趕快請出天寧保險張念廷 張先生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張先生您好 早安 利亞早安 各位聽眾好 早安 這位朋友的身體健康的原因 這個DI我們說65歲了都不要怕 你都可以很順利的進入美國政府會照顧你的 這個英文簡稱簡單的講就是SSDID就是disability I就是insurance 這個問題很複雜的 因為每個人的病況不同 原因不同 那這個大問題呢 保險的計劃搭配的也會不同 那很複雜的 那假設他是因為工作職場的受傷 那就是公商保險 那這個時候呢 延續出來的問題就是那你有沒有找律師呢 那只是單純的身體健康的問題 不能打工了 那可能發生在任何年紀 也不要說什麼一年以後啊 比如說快到65歲了 沒關係 我們公司碰過的是49歲的 也不算長者 中年人吧 需要換肝 那就申請了紅藍卡 49歲啊 49歲就可以有紅藍卡 然後呢 兒子幫忙出錢幫爸爸買一個supplement PPO 你目前的價錢是一個月要923歐 很貴的啊 然後呢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53歲呢 他需要洗腎了 那用的是先生的僱主的保險 那外加紅藍卡保險 所以每個人情況不同 你到了65歲 我們說紅藍卡外加一個HMO的計劃 他可以持續的有洗腎的福利 那假如說你紅藍卡65歲 紅藍卡加一個supplement PPO計劃 目前還沒有洗腎的福利 所以很多很多的情況不同 並且譬如說要換肝啊 洗腎這種真的特殊的 大病 真的是大病 大病 那你真的需要一個好的保險經濟 幫你做一個顧問參謀 幫你解決問題 這個非同小可 裡面規定很多 並且聯邦政府 加州政府 還有甚至於洗腎中心都會有一些規定 好的 你要面面去刀喔 是的 是的 真的不是小事就不能小看它 讓要謹慎的處理 喔 好